四年前才320斤 现在到底瘦成什么样了 我们还真的特别想见到 接下来就用我们炙热的目光 一起来欢迎盼盼 真的差太远了 是的 不像吧 是的 大家好 我是杨盼盼 你瘦了多少斤 瘦了有200多斤 我现在就是140斤 现在生活上给我带来了 很多很多的那种 之前不敢想象的那样的生活 有什么不敢想的 现在多感慨了 自信了 出门也不害怕别人再看我了 真的是 这瘦了以后 这人的项目会变吗 可能是脸上的脆肉少了 而且牙也白了 这一路减肥 怎么减下来的 告诉我们 吃了哪些苦头 最艰难的就是 在某个阶段有瓶颈期的时候 嗯 it be raining now I keep making sound go another round I'm legend bound can't stop me now you don't wanna f**k with me I slow burn like a deceit just tell me that I can and I'll show you things that you couldn't believe just tell me that I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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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don't wanna f**k with me just tell me that I can just tell me that I can 这个就是我当时来我们节目的时候穿的样子 你穿别人的衣服一样 衣服像偷来的 这件衣服我就一直保留着 如果某一个阶段在家里长成了 我就会拿出这个衣服看一下 自己当初胖的时候的衣服 那个时候能坚持下来 现在这个体重不能让它上上涨 一个胖子一步步地剪下去 他内心得有多坚强 你剪完肥之后回去干嘛了 剪完肥回到家 当时刚剪完身体有些虚 血压低 还有好多皮吧 在家里就没出去 后来就做了那个切皮 剪完肥胳膊上那个醉皮切下 那你现在还减肥吗 就是天天的锻炼还维持吗 减 现在就是养成了一个锻炼的习惯嘛 从回来之后每天在家里也锻炼 我儿子也是一个小胖子 我也每天带着他就是跑步 孩子虽然说没掉秤 但是今年庆幸的是他没长秤 那现在有工作吗 没有 我现在就是在家里卖一些 我家里的自己做的一些土特产 黄桃罐头和辣椒酱 现在就是在家里做一些罐头和辣椒酱 在网上 在微信里卖 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得太多太多了 现在有自信做销售了 对 对吧 以前不敢接人 以前不敢 现在卖点东西就在家里 帮我妈妈干点地理的活 做点家务 对吧 现在还是敢敞开吃吗 吃是不敢敞开吃 看到好吃的东西也是想吃 但是想想自己之前那个胖 被别人那种异样的眼光看着 那个嘴就能停下来 你觉得你这么忍着 换来一份美丽值得吗 值得 我换来的不仅是美丽 是我自己的健康 因为我健康了 我才能照顾我儿子 也能照顾我妈妈 也能给他们幸福 我感觉我这样做值得 你觉得你真正的完成了自我的蜕变吗 还有什么是需要继续努力的 就是找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 好好的把孩子带大 把我妈照顾好 其实生活当中很多问题都来源于不自信和不自律 生活当中一个人的自信和自律可以解决好多问题 盼盼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形象气质改变最大的一位女性 所以电视机前很多正在为肥胖而担忧 正在因为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而低迷的女性 看到你一切都有了希望 所以你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你要坚持下去 我还是祝福你能够找到一段属于自己的幸福 好不好 谢谢你 谢谢 来往前走 再见 谢谢